教授这样的课程有什么好处 它简略一点 它就向树写靠近 它画得深入点 它就向树苗靠近 它千变万画 它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很多有一些画家 他会用这个碳金 不一定是焚彩子 焚彩子是我找到的 焚彩子的细滑那一面 但是用碳金笔 用来做文学的插图 这不是以一个主题 有一个核心的主题为标准的 那个叫做创作 这个叫插画 插画里边跟写生有什么不同呢 插画它会根据文学的脚本 或者文学的作品 作为内容 它作为一个图画的附设品 这个插画做得好的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 做了有大批的画家 板画家 做了很多什么 海底两万里啊 还有唐吉柯德啊等等 做了很多有趣的插图 结果唐吉柯德有各个国家语言翻译的 但是那几张插图就成为经典 那后来呢这个插图呢 就到了苏联时期 苏联时期的早期啊 列宾的弟子啊 塞洛夫啊什么的 他们都有去做舞台设计 也有做插画 所以塞洛夫画的 欧国的著名的 这个预言作家 叫做凯雷洛夫预言 这个作家的很多预言呢 塞洛夫把它作为脚本 来画了好多有趣的 这个插画 那很多都是用铅笔 所以这个插画 到现在因为电子画啊什么啊 现在大家都有一条城市 说你讲了一句很好的话 我回你 我都不写了 我就搞 找一个大锤 就丢下去 就已经电子画了 好像这个插画没有意义 实际上这个是文化电子画的简单化 人类的文化在衰落 在降落 但是如果你插画画得好 你去做这些 有好的文学作品的插画 你的能力好 你的技巧好 一样可以 这个 作为名家 什么 作为名家 作为一个名家 我在香港的时候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住 我刚刚到没有多久 有一个良友画报 这个是 这个良友画报 是在大陆时期三十年代创办 很有名的 后来共产党来就收起来了 收起来以后 这个良友画报 后来在八十年代 共产党那个门打开了 所以他那个老板就从上海 老板的儿子从上海就到了香港 然后找了几个文人帮忙 去重建这个良友画报 他那个美术编辑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他们要找人做文学插画 结果呢就找到 所以呢我就画为他们的小说画插画 我是用一支毛笔来画 在那个数学手帖里边 又收了几张 大家要仔细看 里边 比如说我画了二十张 我才抓了几张进来 如果你们今天有这个本领 你跟联合报 跟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 那个复刊啊有关系 可以尝试地画 画了以后 你画得好自然有掌声 就是如果我们要再提升一点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的基础训练上面 我们要加强 要把动作也有他们的